然後呢把它弄起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呢可以看到切到這個頁面對不對切過來之後也可以回首頁可以跳回去 那回首頁這個地方按下去怎麼可以切回來 實際上這個概念特別說一下 他這個equivity是一個堆疊的概念有點像是疊上去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把 第二頁呢把它關掉其實關掉之後就看到第一頁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把第一頁關掉的話 那該怎麼做呢 實際上你只直接做幾個事情就可以了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請你在那個Page2上面增加一個按鈕這個應該沒問題吧剛剛有講過 那上面的名稱也叫B01好了按右鍵名稱把它改成回首頁這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寫程式因為程式部分在哪裡呢這second他們是對應吧他對應到second 打開來之後的話做哪些事呢 其實也是一樣 宣告一個button B01 連結一個button也是一樣 B01 然後建立事件這個一樣 最後呢裡面不用intent 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關掉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 這一個 Activity關掉 在Android裡面非常簡單 記得一個方法 叫做finish 你就打一個finish之後呢 我們這個頁面 Second 2的view 就會被關閉 關閉之後呢 因為Activity 原來的MainActivity 還在 所以就會被看到 我想這部分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說呢 在 這個地方 做一個button 那這個地方呢寫程式的話也是123finish就可以了 我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我們 blow 這個那段 después 抽中 選舉